我也是朋友这个路口 那我现在把镜头转过来 让大家看一下 那我顺便会再做一个说明 利用直播介绍起海外房屋 讲的天花乱坠 吸引民众投资海外房地产 殊不知可能一步步踏入骗局 而策划这一切人 就是台湾搜索创办人杨健杰 房地产就开始飙涨 然后又要继续打房 主打网络方式行销 旅登上媒体版面 接受杂志广播专访 又常开直播 将民众怎么投资 房屋网大横却深陷 炸其嘴嫌 走进北柬复训 恐怕没想到自己会有这么一天 因为杨健杰从小天资优异 一路读名校出身 台大毕业后 还到英国念研究所 借机拓展海外市场 首次投资就获利四百万云美元 更将自己的经验出书 会这么顺心 就是因为从小耳濡目染 妈妈也是房中业者 对于房市交易 辽若执掌 荷包赚满满 连书上都是在国外享乐的照片 但就连业绩间 早已经知道他们有问题 在于说感觉人员 好像专业度是比较不足 那还有就是针对获利部分 讲的是非常的高 有几个客户他们有抱怨 比方说像第一个 有客户说他买了英国的房子 已经半年没拿到租金了 杨靖杰踏入房仲金二十年 还曾经扬言五年内 要超越其他同业 但是不是利用黑心钱 让自己登上高峰 现在受害者求助无门 但过去夸下了海口 现在听起来格外讽刺 记者杨中生王千玲台北报道